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一个已经来到中国进行隔离的前CBA外援托多罗维奇 可以说上赛季托多罗维奇在天津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新赛季的话原本他会有很多的机会继续留在CBA打球 但是因为CBA的外援政策并不确定 所以说托多罗维奇选择暂时回到欧洲 加盟了西甲的皇家贝蒂斯俱乐部 然后等待CBA的重新召唤 其实他对于CBA的薪水还是比较满意的 尽管上赛季所效力的天津南篮 他们的整体表现算不上很好 不过毕竟打球也是为了挣钱 所以说能够给出高的薪水 他愿意为此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所以说他在跟贝蒂斯队签订合同的时候 就有一个跳出条款 就是说只要CBA这边有球队愿意用它 他就要立马赶回来 终止与贝蒂斯队的合同 现在CBA外援确定之后 包括现新政策 包括这样一个上场安排 都已经有了定数 那么托德罗维奇在第二阶段开启之后 也是迅速的联系到了国内的经纪人 准备重返CBA 那么此前有消息称 杜丰是非常希望引进托德罗维奇的 那朱方宇恒很有可能会出手 帮助杜丰完成这桩交易 但很显然 我觉得这又可能是杜丰所施的一记妙照 什么意思呢 其实眼下来看所有的消息 综合来看的话 最接近千下托德罗维奇的 并不是广东南篮 而是北控南篮 是马布里的球队 那或许看到这里 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吃惊 其实北控已经搞定了篮子伯格 这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补充 毕竟现在北控南篮在小前锋 这个位置上的确是非常缺人的 里根商欲未归孙也又退役了 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先发 给用篮子伯格的确可以解决为之极 但是第二万元 我觉得按照常理来说 北控应该是去再选择一个后卫的 虽然目前从首发位置上来看 630的出色发挥 短暂的解决了1号位的问题 而张帆在2号位上表现也还是可以的 也是国内目前的顶级射手 但问题是你这两个后卫没有一个会传球的 630其实是以突破得分为主的 而且防守上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漏洞 而张帆的话更是没有任何的组织能力的 那你如果说不去牵一个后卫的话 你整个后卫的1号卫的这样一个助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 630咱们前面说了 作为一个C别的新秀 他的得分能力和大心脏的确值得称赞 但是助攻失误比高达1比1的情况下 这也就意味着 他拿到球之后 基本上对手就不用担心他去串联球里进攻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串联球里进攻 他要他去助攻的话 那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而签下托多罗维奇的话 对于整个北控南篮来说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现在北控南篮在内线已经是人满为患 于长洞 孙思瑶 孙桐林 王少杰 这些球员已经摆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大外援哈斯 而且托多罗维奇本身属于那种面框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打法上来说就是一个加强版的于长洞 于长洞这个赛季已经在 整个北控内线人员过满的情况下 得不到太多机会 相比于上赛季的发挥有所下滑 你这个时候再弄一个内线过来 你是怎么排呢 难道要排上三个大格子在球队阵容当中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朱芳于此前被爆料 有可能欠下托多罗维奇 很有可能又是坑了北京球队一把 为什么又坑了北京球队呢 因为咱们知道 其实此前这个北京手高 在上个赛季休赛期的时候 就被广东队给坑得很惨 因为这个当时意见连是受伤 上个赛季是整个赛季报销的 所以说大家都认为 这个广东肯定要去补充内线 当时两个自由市场上最好的内线球员 就是李木豪和范子明 这两个人都与广东传的新闻非常密切 结果北京手高是北京的另外一支球队 临时携户把这两个人全都给弄来了 尽管没有签下顶薪 但是他们所签的C类合同 包括今年范子明的续约 整个的薪资都是非常高的 这也使得北京队彻底锁死了薪资空间 所以说这个赛季的休赛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群员方面 北京手高是一顶点都不敢动的 因为他们受伤也没钱了 所以说其实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广东队过往的一个影员 他们其实在内线的影员是非常非常少的 无论是内缘还是外缘 整个广东现在打的就是一个小球风 怎么可能再去引进托德罗维奇这样一个 托速度托节奏的外缘呢 包括上赛季对吧 我们说两大内线 这两个内线其实速度都不快 广东队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对他们感兴趣 其实这就是朱方宇的妙招对吧 我就把这个消息给放出去 你们不是北京的球队不是老是盯着我广东队来吗 我放什么消息你们就牵什么人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球队需不需要 这就相当于一出手就搞定了两个对手 而且是两个不怎么带脑子的对手 这就是朱方宇的妙拥